HIGH 大家好 我是正楓 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紹一台我們新的設備 這台是我們益森抽屜式手動平躺機 跟我們以往的3838磁控抽屜式平躺機不太一樣 它比以往的3838磁控抽屜式平躺機再小了一點 它是A4的尺寸喔 那接下來呢我會跟各位介紹這台設備的功能以及使用方式喔 好首先呢我們先把我們電源鍵打開 打開之後呢會顯示OF的狀態 然後我們的OF呢是不會做任何升溫的 所以我必須按我們的OK鍵按下去呢顯示度C 度C呢這是我們台灣最使用的華氏的溫度 那再按一次OK鍵這邊呢是設定我的溫度 左右兩邊可以按上下 基本上呢我現在要做的是130度因為我們要燙音膠膜 再按一次OK這邊是設定秒數 一樣上下可以移動我的秒數 然後再按一次OK這邊顯示LO LO表示100度以下它是低溫的意思 當100度以上的時候它就開始顯示我們的數字囉 那我們現在開始等它升溫吧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這台抽屜室 基本上呢為什麼要做一個抽屜 因為你看我們抽屜室呢我們在擺放我們的衣服上去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溫度我們是不會去做燙到的 然後擺放完成之後呢我們再推進去 再去做我們的平燙的功能 好我現在要為各位示範我們這台手動抽屜室平燙機 首先呢我先把我抽屜拖出來 拖出來之後把衣服擺上去 擺上去有沒有 它很很小然後但是它又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要燙音的位置 然後基本上旁邊一樣都可以收進去 那我這次呢想要燙在我的左胸口的部分 然後就擺好我的塗檔 左胸口在這然後推進去 一樣我這邊可以調節我們的壓力 這邊可以調節壓力旋鈕 基本上我剛才在燙音之前我都已經調節好了 那我們就加下去 時間就會開始倒數 有沒有時間到了它會叫 然後我們就擺起來 然後一樣拖出來這樣子我們就不會去燙到有沒有 我們完全不會接觸到我們的燙板喔 再來一樣我們等它冷卻我們就可以撕除囉 好燙完左胸口之後呢 我們已經冷卻了我們就直接把它撕除 有沒有 基本上 很漂亮 好那我們客製化T恤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A4手動抽屜式平燙機 真的非常的好用而且又方便又安全喔